各位观众朋友们万众期待的这个女子十米后来决赛 最后一跳即将到来啊 咱们的陈希和全虹禅两位顶尖高手将马上完成最后的比拼 在之前四跳啊 陈希的表现应该是更为出色的 最后这一跳的动作是5253B 3.2的难度系数啊 向后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半躯体 陈于希啊 倒数第二出场 看看这一跳表现如何 漂亮 非常不错啊 整个的空中姿态是极好的 但是水花稍微的大了一些啊 我们看一下 打开的时机并不是特别理想 双脚并拢的应该算不错啊 正常一个发挥 看看最终给到的成绩啊 86.40啊 总分是435.65 全红蜂蜂蜂蜂蜂蜂 还有机会啊 我们看看全红蜂蜂蜂在最后一跳 能不能完成超级逆转 同样的动作啊 5253B 成败再次一举 全共产 有没有 全场沸腾啊 这一跳 陈于希 都是 为全共产 竖出了大母哥啊 陈于希 非常满意 全红尘 94.40 反超比分啊 绝杀时刻 很多位裁判都打出了满分啊 真的是相当刺激 最后时刻啊 一跳定千冠 这就是我们最顶尖的两位选手奉献的输一场的精彩的比赛啊 你不到最后一秒钟 也不知道最终谁能够达到冠军 全红尘 全红尘非常开心啊 这样的胜利时刻 还值得好好享受 这就是跳水的魅力啊 应该再欣赏一遍啊 全红尘刚刚这个动作啊 真的是 美轮美奂啊 艺术的体现 哎 陈又林跟琼琼展两人还是在复盘啊 一路走一路聊 哈哈哈哈 好 疑问呢 我们这两小只啊 是获得了这个冠亚军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啊 这里是方式玉体解说 愿中国体育 人人都是方式玉